20公升的海水 各位朋友 給大家感受一下重量喔 來 重訓你重訓你 我的尾巴有點粉紅色 超恐怖啊 看到我身邊的這一針呢 就知道又來到了水族時間 太長河了吧 水母時間而已啦 坑啊 這真的是一個大坑耶 我從那個最小的缸 那個地方 大概養海月水 然後到換到那個大的缸 養我的海刺水母 想要讓他們的鬚鬚 常常鬚鬚 有更好的伸展空間 你想要養更多隻的話 你就需要一個更大的缸 所以呢 我又入了一顆A22 是Apple的喔 最新的喔 櫻桃吧 櫻桃吧 那個櫻桃 櫻桃吧 療癒我身心的東西 因為它仿照Apple 哈囉 OVA22 Enjoy your life Jellyfish 阿 阿 拔不出來 太大了吧 大到一個 欸 拔不出來的那種耶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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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噔噔噔噔 太沒大了啦 滴缸 噔噔 滴型缸 蠻漂亮的吧 因為它邊框很窄 就有一種就是無邊際的那種 無邊際泳池 無邊際魚缸的感覺 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 圓的其實很難很難洗 就是你每次看我拿那個 口腔清潔用那種小棉刷去刷裡面的 那缸壁很難刷 然後這個呢 它完全是手可以伸得進去的 口比較大 對口比較大比較好清潔 然後這邊也是分開的 不像圓形的是 白色外面的那一圈全部是空心的 它一樣有泡水 所以裡面有什麼東西你比較清潔不到 不用就是整個清潔得非常乾淨 因為把它已經養好的那個 就是菌種的環境在破壞掉 好這裡面有什麼呢 電源線 LED燈 給你刷剛剛的 生化棉跟一個過於用的白布 可是建議可以把就是生化棉改掉 然後就是用那個白棉 就是有玩水族的可能去 蝦皮上打白棉 就可以找到是什麼東西了 白棉 好 消化 菌球 先放一些培菌球 然後把這一整顆放進去之後 看一下這個高度 我會看到高度是齊的 然後我就放到這邊了 這個我稍微收一下線 它等一下就還是一樣可以美美的蓋起來 這樣子 好了現在要到海水了 然後有follow Instagram的人都會問我說 那海水要去哪裡買 或是海水要怎麼調配 那我是直接都跟廠商他們叫 因為他們是在台南的 直接抽海水錢 然後經過很多層過濾 乾乾淨淨的海水給你 他們的水母也是這樣子養大的 所以最不會有那種適應 就是不適應的問題 然後一次來就是像這樣子 一桶二十公升 然後我這一桶是 這一缸是二十二公升 所以可能一桶到下去就沒了 那有嗎 那就真的是重訓了 二十公升的海水 各位朋友 啊 拍攝者不交 好重喔 給大家感受一下重量喔 這個抽筍用的bump 蝦皮上也有 就滿便宜的東西 然後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這樣扣住你的缸的邊邊 然後這個 插進去 你就可以開始放水啦 依三放水 那主要就是 紅溪原理嘛 所以主要你這個鯊魚這個水缸的話 它就可以直接流進去 你就不用像我這樣一直放 可是因為它太重了 我沒有辦法把它放到高處 我怕我台子什麼全部垮掉 我們就這樣慢慢放它 那它會溺流嗎 不會 不會啊 這個人家放著 也不會溺流 好 這個水位要加到起碼 它才會就是過去 這個裡面 就我現在裡面的構造是長這個樣子 蛋分機在這邊 然後大家拿到蛋分機的時候 如果你有買啦 沒有的話那當然就可以忽略這個步驟 蛋分機上面有一個 最高水位線跟最低水位線 然後大家就可以注意一下流過去的水 夠不夠它起這個泡泡 然後那個剛剛的消化菌球 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現在就養這一缸的水 要養一個禮拜 這個地方你就可以調你自己喜歡的顏色喔 看你喜歡什麼樣的氛圍 很溫柔的在你家的客廳 當一顆溫暖的小夜燈 你看見面的速度算是滿舒服的 對就是很溫柔很溫柔的這樣 可以就是 像那種很夜店風的 然後再來一次散 然後水放進去以後 肛面一定會有一些小氣泡 然後記得用它裡面附的這種小棉栓 然後把那個氣泡都刷掉 然後再放你的水母進去 因為水母很怕氣泡 那氣泡跑到它那個帽子裡面 有時候會把它的帽子衝破 所以水肛裡面不要有氣泡 然後我們就先養水 然後讓消化菌在裡面泡一下 然後形成它一個健康的環境之後 我們再放水母進去 嘿 我們現在把我的馬賽克水母 已經放進我的水缸裡面了 很大隻耶 對 這個很大隻很可愛耶 然後 然後 手比一下 等一下我把它調成白光 你們看 因為這個小小隻的很可愛 還有這種大大隻的也很可愛 然後你們看它的那個 我不曉得螢幕裡面可能看得出來 就是馬賽克它其實有非常多種顏色 像這個是藍色跟紅色漸層 然後這隻是純深藍色的 然後那隻尾巴是紅色的 然後這隻也是藍色的 然後你看這隻 肥肥的這隻 它的尾巴有點粉紅色 超可愛 哇 可是馬賽克水母 它雖然顏色很多 可是就是 畢竟它是自然的產物 它也沒有辦法量產 它就變成 你有想要的顏色的話 可以跟 就是店家盡量 它幫你找找看 但是沒有的話也沒辦法 把它螢幕看起來比較偏藍那邊 然後 因為馬賽克水母 它比較建議 養在比較 涼爽的溫度 所以我就有加裝了一台 就是冷水機 然後我現在是固定在24度 到25度之間 然後它現在是24.4度 然後 我那時候剛 換這個缸的時候 我也有點不知道冷水機的管子 它應該要怎麼樣上 線 所以大家可以 這邊看一下 參考一下 就是我的配法 因為到時候你們拿到的東西 就跟我買同價的話 應該買不同價也一樣 就是 它的管路一樣都是一樣的 反正就是大概是這樣子配置 這邊下面就是接 馬達 然後這邊是接 這邊抽水的地方 大家可以 至少有個圖樣可以看一下 你想裝冷水機的話 會是長這樣子 現在要幹嘛 現在要刷裡面那個 紅泥棗 就是如果你們餵食啊 或幹嘛 它有時候 肝裡面會產生棗類 會產生幾種棗類 像這種紅泥棗 它裡面會帶有大量的細菌 可能會讓它們生病 所以會讓水質不好 所以會建議看到它就把它刷掉 那這個是那個奶瓶刷 就是 一般的賣場就買得到的奶瓶刷 然後因為不夠長 那個鋼可以大 我就再加了一支 然後這個是那個 口腔棉刷 你可以拿來刷鋼 然後如果是綠色的棗的話 就 不用太在乎 就綠色的棗是好的棗類 這在幹嘛 就是它如果 可能吃到一些蝦殼啊 或者是 一些東西 然後它就會縮起來 就是它像吐的鋪 你就可以用這個打氣 然後這樣 轉它 把它吹吐 等一下它的腳腳就會生出來了 不然它現在像一個麻糬一樣 一個香菇 我轉到它了 自己的快樂自己以待 自己的幸福自己找 怎麼大家一直在搖頭 大家不看好它製作 你的人生是不是 一路靠著誤打誤撞 你沒有破咽牙 求生打 你在裡 你沒有破咽牙